好OK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次我们讲到JavaScript的程式 那 大概讲到这里讲到阵列 还会这样吗 恢复一下记忆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JavaScript的物件导向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JavaScript其实 不能说有物件导向 因为 他的物件导向概念 不是物件导向 这要怎么说呢 他用了一个很特殊的做法叫原型 Prototype 所以他不能够说有物件导向 他其实是原型导向的语言 那 原型导向的语言 先来看一下 他的感觉像物件导向的那个东西 我现在呢 说OVJ等于NewObject 他会建立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是个空的 我随便在他里面塞一个S 他就有一个S 我再随便塞一个Y 他就有个Y 再塞一个Z 他就有个Z 甚至呢 我要让他有一个函数 我直接塞一个函数 因为在JavaScript Square里面函数是一级的形态 你可以随便塞进去 所以呢 你要塞什么 就放在意见里面 他就有了 那这时候你说 我还需要 什么叫做 继承和多型 我什么都可以塞进去 我可以把它继承 这里就会有一个 感觉到很困惑的问题 所以呢 这里 第一个 封装 不难 我可以List.S等于3 ListY 他的点S 和 这种 中国号 意义是一样 意义是一样 这个就相当于List.Y等于 是一样 所以你可以用两种写法 因为 一个物件是什么 在JavaScript里面 就是一个字典 这个是物件的写法 这个是字典的写法 两个 在JavaScript里面 是用同一种方法 OK 那我说List.S等于 Function 我就帮他建了一个层面来做 能不能太亮 这样 看得清楚 我们要建了一个层面函数 所以我可以随便给他建一个层面 随便给他建一个层面函数 然后呢 我就 接下来请注意一个重点 这里他的语法是 Function 和 Project Function 他是用函数在定义物件 他没有所谓的物件 他的 物件就是一个 建构函数 不叫 当你户叫了 用New 去见 呼叫那个 函数 之后 他就会建立一个新的物件 所以这个OBJ就是 建构函数 所以 O等于New OBJ 这时候他就建立一个 新的 OBJ是建 而且里面有S 是3 里面有Y45 里面有个Sum 是函数 OBJ 好 这样 可以感觉得出来 那他的结果当然就是 我把它印出来 结果就是 S45 3Y45 上很棒 那我故意这边 你可以看到 我这边是用点S 但是我这边用呢 OS 去取 是可以的 因为他两种方法是一样的 我这边用 用中括号Y 结果我这边用 点Y 去取 还是 取到的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他两种方法是一样 物件的写法 跟字典的写法 所以他里面 都是一样的意义 那接下来呢 这个我就觉得 这边之前 写 刻意写计程 我觉得反而不应该 用计程的概念 因为 JavaScript根本就没有 继承的概念 硬确实做继承 反而让你误解 所以 你要怎么做 JavaScript的 类似继承东西 你建立一个 子物件 建立一个物件 在里面再插一个函数 那不就是 有一个多了一个函数的物件 那不就是继承 OK 所以 这边继承我就不讲 就不讲 因为 这样子 反而 觉得 多此一举 那多型本来就可以用啊 因为 JavaScript是动态语言的 动态语言是 鸭子形态 各位知道什么叫鸭子形态 鸭子形态 这是来自一句成语 国外的成语 他说如果有一个东西 他走路像鸭子 叫起来也像鸭子 那他就是 鸭子 所以这是 鸭子形态 那鸭子形态什么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有那个函数 我就可以呼叫 有那个东西我就可以拿 我根本不用考虑他到底是 哪一种形态 因为JavaScript里面 根本就没有形态宣告 他是用VAR而已 全部都是VAR 全部都是VAR 又何需要 继承呢 只要你有那个函数 我就可以呼叫 所以根本不叫多型啊 了解意思吗 所以呢 我现在先告一个person 有一个toStream 那我就可以呼叫 OK 所以 我如果 随时 随时想要再多一个函数 我就把他插进去 我再呼叫他就好 所以根本不需要多型 天生就是超级多型 好我这样讲 可能有人挂点 如果你挂点 让我知道一下 否则我就继续讲下去 好 好 Jason这个等一下再说 好所以我来写个例子 我来写个例子 好我们开一个Node 开一个Node的命令列 开一个Node的命令列 好抱歉我没办法手持麦克风打字 所以我就 就不手持麦克风 我稍微写个 层次来展示一下他的 他的物件导向概念 要举什么例子 举什么例子 举那个 我们不是在C小的里面用 形状 举形 和圆形 来 来试探多写 我就举那个例子 在C小的里面 我应该怎么 写这种东西 好 所以我先宣告一个形状 好 阿阿阿 好 C小的里面 物件 其实是个 建构函数 OK 这个建构函数 当你用这个建构函数 去new 的时候 他就多出 多人的物件出来 好所以我们要这样 好接下来 那形状里面有什么 有一个面积函数 对不对 所以 我们 这边写什么呢 at least 点 every OK 等于什么 等于 function 又一个 function 好问题是这个 function 要成为什么 这个 function 如果 在这一层 照理讲应该是不能互交 应该不能互交 所以我干脆不要定义 既然不能互交 我干嘛定义他 以物件导向 在重年 C小的观念 我是要定义 他后面 后面才可以做多型 可是 在java street 里面 你根本不可能宣告一个 叫shack的东西 所以既然没有 我又何需定义他 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根本就 是空的 不用定义 所以这个物件呢 取消 直接 注解掉 好我稍微 我再扯一下 帮你帮在哪里 NMP 我先建议 我先建议 这个 这个叫做 所以其實在JavaSquader裡面 你不需要,如果那個附屋件是空的 你根本就不需要宣告 但如果附屋件有東西,你還是要宣告 有函數有資料,你是可以宣告的 好,現在我發現附屋件其實沒有資料 所以我就乾脆把它拿掉 直接宣告,舉行 re rectangle 等於什麼呢? 一樣,一個 function 建構函數給什麼? 寬和高 什麼是多型 多型就是 我們在Cshop裡面不是有講過一個 同樣一個,譬如說一個陣列它是shape的陣列 但是呢,它裡面塞的一個是Circle 一個是Retangle 那它呼駕的時候會呼駕到Circle的盤數 譬如說area 面積 它呼駕的時候會呼叫Circle的area 碰到Retangle的時候,它會呼叫Retangle的area 會根據那個物件的形態來決定要呼叫Retangle的area 這個叫多型,有想起來嗎? 這個就是一個shape的陣列 然後你會放了一個Retangle 什麼Circle 然後它就去抓去到那個地方 然後這個shape就是一個物件 複類別 這不是複類別 我懂啦 喔,所以那些shape類別 就是它的所謂的多型 喔,這就是多型 對,那些多型 講起來嗎? 講主要名詞,我不是很懂 你這麼形容就懂 Polymorphism 英文就Polymorphism 它中文文叫多型 那 那時候我們不是要先先到一個shape嗎? 因為C-sharp是有型態的裡面 所以你如果要那個陣列 一定要給它一個型態 所以你就選到shape 可是呢 在java screen裡面 因為它是鴨子型態 所以它根本不需要那個shape 因為shape裡面沒有東西 那我們直接宣告Retangle就好了 OK 這時候呢 有w和h release 點 w n release weit m volunteers lme release me h 喔,這就是我要的 對不對 接下來我說 rm Found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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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function rm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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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就定義完Rectangle 有沒有覺得跟之前的C-Sharp還是蠻像的 只是JavaSquid大量使用這個逆雲環線 這一點有點太像 其他的部分其實蠻像的 而且C-Sharp裡面的建構函數 它必須要跟類別同名 但是JavaSquid裡面沒有類別的概念 它的類別就是一個建構函數 所以直接寫 這裡有一點差距 可以跟得上嗎? 建構函數 建構函數 來,稍微讓大家恢復一下印象 要保證形容一下我就知道 我不容易用畫講清楚 這個組合是把那個範例找出來 好了 把那個範例找出來 好的 我們在C-Sharp裡面 是不是有 如果講物件导向的時候 講封裝繼承 螺形 然後 這時候就有講建構函數 什麼叫建構函數 像這個 C-Class Person 1 然後這邊一個 Public Person 1 兩個都一樣名字的 這個東西叫建構函數 它怎麼用 它怎麼用 在這裡 New Person 1 New Person 1 大雄50 胖母80 這個Person 1 就是這個Person 1 這個是一個函數 這個叫建構函數 想起來嗎? 有印象 那所以 在JavaScript裡面 它沒有所謂的Class JavaScript裡面 沒有這種Class 這種語法 沒有 它根本就沒有類別 它的類別 是怎麼做的呢? 它的類別 就是一個建構函數 當你用New 再去木架這個建構函數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一個木間點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OK 這樣有了 那接下來我就宣告一個圓 跟之前的做法一樣 圓呢 我只要給 半徑就好 半徑 好 然後面積怎麼寫? 3.14159 常理 對 開R平方 OK 那就是圓了 圓也有面積了 好 接下來我要做多型 我要怎麼做 根本就不用 來做一個給你看 我說 建立一個陣列 就說叫Array 啊 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一個陣列 在JavaScript裡面就是陣列 然後我new一個recangle給他 然後翻是3高速 然後呢,我再new一個circle給他 然後翻進是2 好,這樣就結束啦 我要呼叫他的面積函數 請注意喔,GyraSquader比較怪的地方是 他的for呢,這邊傳回來的 是所以 所以我在這邊呢 那我會這樣,我們會拍電,電鍋 好,那 我用tomso 然後呢 就這樣吧 直接這樣 那你覺得他會應付什麼呢 你來me執行一下 等一下,這裡有錯 為什麼有錯呢,我們看一下 this.weight and this.height area 他說not number就是不是個數字喔 那這裡肯定有點問題 我在某個地方 應該無法寫錯了 我來這邊 比報給一下 喔,拚錯了 喔,拚錯了是不是 對 是weight 喔,不是weight 是wiz 對,所以拚錯了 weight 怎麼會想成重量呢 好,這樣就對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JavaSquader的寫法 如果你的上層沒有東西 你根本就不需要定義 你下層還是可以做多形 為什麼 因為 他是鴨子形態嘛 你有什麼函數我就可以無教 根本不需要一個上層來做中介 這樣 了解我們說 說他 附件檔上的意思 所以他不需要繼承 幾乎不需要繼承 所以我在這邊不會寫sircle 去繼承什麼 那他是有繼承 他叫圓形 圓形 但是 這個圓形我們現在講起來會覺得有點複雜 讓部位 反而容易感慰 他說繼承的意義是說 是繼承他的變數 繼承他的變數和函數 因為JavaSquader在這裡 因為他是鴨子形態 所以 基本上 你只要有那個函數 就可以無教 你只要有那個變數就可以存取 你如果沒有那個變數 就是存取的時候 會像剛剛那樣 變成NAN之類的 可是他會直接傳回一個 一個 不屬於 不存在的值給你 因為他是動態 動態語言通常都有這種特性 這樣進入 所以 附件導像 差不多就這樣結束 OK嗎 OK 好先休息一下